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把另外一支的跟78G很像的一支笔给做了 这一支是永生的3011 我希望我没记错,因为国产笔的话 笔是很多,但很多时候很难记这个型号 都是数字,而且数字又很多 好,那整支笔的话,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样的跟我们的原版的一个来对比一下 然后看一下差别有什么 再下来是我们的146 那暂时的话,我也是打算拿这三根的话做一个释放笔 不,应该是说范利的一个笔 那大小我们能看到呢,它会比那个78G的稍微再大 就长一点点 初期上照样看没什么变化 但是这一支笔跟那个万宝龙的146 或者百利金的M800 那好像会比下面这一支再粗一点 我视觉上握起来真的不知道 握起来可能还真的要看一下那个卡式上的一个数字 好,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笔尖的话还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中间偏小的一个笔尖 好,那个先我这样子压一下啊 因为这一支就是拖了笔帽的笔嘛 基本上都是有翻滚的这样子一个问题啊 好,那笔尖能看到那也是中间偏小一个尖 那跟78G的那个基本上没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现在反正就是那个笔嘛 都是很就是很 呃,怎么讲就是很标准化的东西呢 那很多的一个地方的话就是 呃,不可能说我一个尖比另外一个尖可能长那么一点点 但是同样的都是一个可能26号间那 或者是这个,就是说它都是有标准的很多东西 那方便它自己生产 好,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重量是多少 笔的重量的话就是活塞的那肯定会重一点 因为多了几个配件嘛 呃,好,我们先看一下上帽的 上帽的是7.6比想象中要重一点 我觉得一开始拿可能以为就14,15左右 好,然后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里面那个是金属键里面这个黄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但是拖了帽的一个重量其实 怎么讲呢 拖了帽的重量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重 拖了帽可能9.8 那比普通上墨器的一个 那个比的话就百利金或者78G那种的话可能就重上那么一点点 呃,好,那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比的一个总长以及他的一个这个笔握啊 因为这个啊,在我我我拍片的空间呢不到一米乘一米啊 所以说很多地方就空间很拘谨啊 好,那个看一下 看OK,总长的话应该是138.96左右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拔尖以及他的笔握的一个除息啊 那我就视觉上面尽量给你们出对尽量给你们拿一个精准尺寸 126.86的这样子一个长度 那长度上面当然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那这个总长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根短杆比他没有拔帽的一个长度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他的一个 这个这个 好,那这个的笔握出息是10.78好像真的有笔那个出那么一点点 好,那个笔那个78G的我意思是讲 好,先下来讲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外观了 外观上面来讲的话就是 呃,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箭夹了 就是呃,我没太懂 就是好歹你就七十八句那个笔夹给按上去 直接改活塞 我觉得这样子更直接一点了 像这样子一个 呃,笔夹的话 个人觉得就是没必要故意这样子按了一个箭夹上去了 就是感觉就是呃,有一 毕竟怎么讲它不像一个品牌象征 然后就感觉像是呃,我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比较好像在现代来讲 就觉得呃,这个质量很好 我个人倒觉得不太会了 因为现在钢笔上面最主力的还是万宝龙和百利吉嘛 只有这两个品牌嘛 那再按个箭夹上去 反而我觉得增加了它的一个就是说廉价感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说按本来百乐的那个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子一支笔会更实在一点 然后就是没有过多的一个修饰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里应该都是电镀键 那像这些的话 有些人喜欢就是上面是透明顶 有些人不喜欢啦 那做那个笔顶做的比较好的 现在个人觉得就是那个奥罗拉的那一支透明示范的 它是透明然后里面再有一个内壁那边还有一个反光 还有一支就是那个奈多美 就是当时那支的白金卷款我忘记叫什么了 那两个的透明示范笔顶 我觉得暂时来讲做的是最最毒的 嗯百利吉的那个是金属顶嘛 那我们就没办法去进行一个对比 笔尾的话就这里也是这些没有办法嘛 工艺上的一个问题 倒是把这支笔做成一个活摄细模板 个人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就是本身的属性就非常好了 改成吸墨板 然后增加它的储墨量 然后牺牲了就是那么一点点的重量 但是也比很多的比轻了很多 嗯等会上墨要看一下它这个重量感会不会 就加了墨以后会会不会比较明显 笔射的话个人觉得就是也是放一个黑色笔射就可以了 除非你是玩彩末的 如果不玩彩末的话 然后就是这个不玩彩末我觉得就是差别不会很大 另外就觉得如果你这个活摄是黑色的话 那彼此我个人认为也是黑色 那这样子不要协调 那要么就全透明嘛 要么就是该黑色的地方还是直接把它黑色嘛 像这个透明感我觉得黑色也可以了 但是我不不懂这里为什么有跟黑黑的这个了 但这个价格的话我记得应该是买了 反正也不到2020块人民币吧 然后就算了这个我个人也不是很介意这些东西 倒是里面的这个上硅有的这个的话 很多笔都有那即使是 我拿下我这一只的释放了这只 你们能看就是即使白粒金的 其实里面也是有的这个很正常 有些东西是它的工艺问题 但是不要说这个东西是归咎于它的质量不好 那呃因为很多新手他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即使这一次那好像是买了 我有忘了多少 好像七八百吧 七八百的话它也是有这个问题 只是说这个问题暴露的明不明显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本身它比的构造 构造原因导致的 只是说好的品牌那它不会做的像你看这里一扭 然后这里就嗯就是给人觉得这个产品不是很那个精致 有可能是说它的一个贴合度 以及它的一个公差没控制的非常好 好那整支笔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吧 到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虽然说不是很影响用了但也没关系这个小小问题 利用然后笔这个什么笔握的地方嘛 它是有一个像拉米的那样子一个三角的啊 这个设计真的是被很多品牌或者很多钢笔去借鉴 那个人是喜欢圆的 因为这个是它是用于矫正你的一个握笔姿 那我客人本身握笔应该虽然质不好看 但握笔姿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像这一点的话我个人就不太喜欢 而且是做活塞版的 活塞版就是会买活塞钢笔的人 就是他都有一定的一个书写经验 那像这个三角的我认为就不是很有必要 因为新手买笔他可能会为了这个 那但是新手大部分会选那个吸墨器 但是活塞版的我客人觉得就是啊 基本上都是第二或者第三只会买的笔 那这个我认为就呃没什么必要 因为玩钢笔的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经验值的问题嘛 那用久了那像用久了 基本上都是用初间的都不用细间 因为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嘛 那如果是说你是改券的日用的 那你也不会去选说 第一个不会去选说特别贵的一个品牌 因为那个的话怎么讲 实用性的东西嘛 跟一个呃观赏性 或者是说一个把玩性的那个观念角度 是呃完全不一样的 好那我们下来先看一下这个笔尖 笔尖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 听闲 看了 看下能不能 那可以拿 这里是那个它的一个上面的一个雕画 那看得出来还是挺细的做的比邪恶的那个笔尖还要好 邪恶的那个感觉就是它压下去那个线条非常的粗 然后这个的话有点呃相对来讲就不会说有那个什么就是冲压的不太好那种感觉 好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了 好尽量给你们看清楚一点 OK 好像有点长短了 就是这个呃一粒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了 但是我扭的很正了 应该是有点长短了 那不知道等会输起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 那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倒倒是没有啊 看一下背面 可能是我刚刚拍的角度一个问题吧 那 这个这里看也没有 就是一个这边的话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这边 那这边好像貌似也是没有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拍的角度问题 但这个一粒感觉好大 这个 然后当这边看就是有点长短 这有五点奇怪有点奇怪 镜头看跟眼睛看毕竟是不太一样 好那 我肉眼看也不像是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也 也没事 我们先还是赶紧来书写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书写效果怎么样 我下一个就直接把那三次给拍了干纯 然后就直接把这些干笔给洗一遍 好那一个我们先来把这个 看一下 看一下 可以 沙磨还是挺顺的 一下就能上上出来 还可以可以 好那一个笔的话 刚刚弄到墨水了 真真的是我好像每次拍片都得要弄到墨水 即使我自己平常洗笔的话也是很容易弄到 这墨水真的很喜欢我 好那一个我写一下 一样的我是这边 那个永生的3001 好写完以后呢 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可以 这个笔的话比想象中的一个触摸量要小 另外呢就是它的吸摸量也是挺大的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整支笔其实如果透明示范 比上万黑色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通常买示范 个人比较建议是买一个黑色示范的 透明示范真的不是那么的建议 书写起来能看到先给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笔尖呢是有点小弹性的就是有点粗细变化的 触摸量那个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 那能看到它但是它这支是EF尖 所以说如果换回去F尖的话 相对来讲应该会粗一点点这样子 书写的话它有点滑 但是还没到色的那个感觉 但是也没有到热刀切缓有这样子的一个鞋感 也没有说非常明显的阻尼感 也就平常所说的有点就是很粗的动 粗的尖 然后它是很顿的顿尖在纸上刮那感觉 也没有沙沙的那样子的一个 嗯 书写感受 那相对来讲也是嗯 非常就是接近中性笔的一个鞋感的这样子一支笔 因为刚笔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有点刮 要么就是特别的滑 那中性笔就刚好在这两种笔的一个中间 那现在这么写的话你会觉得就是说它反正就是呃 非常现代的这样子一个书写感受 那觉得个人觉得还是像这样子 这一类型的一种笔的话还是偏向那个书写起来吗 最好还是偏向那个钢笔的那样子的一个书写感受 会好一点 那笔的话就是看一下那个我刚刚量了多钟我都忘了 然后刚刚量多钟忘了 然后我看一下就是 诶 诶 再来一遍 可以 哦也是好像是刚刚好像是九点多还多少七点多 反正上完末好像上完末大概就是这个重量 那可能就是说我我忘了前面我量的是多少 然后知道的或者想看的 你们可以去回头去看一下 好那这支笔的评测就到这里了 反而个人觉得非常实用的一支笔 那就是直接告诉你说也是一样 我是一支钢笔就是这样子的一支笔 那视频大概评测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有什么那个我想漏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下期见 拜拜